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三节 诗人说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我们是成为神名下的人 愿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每天都从神的话语中 更多地得知他的法度 并且一心遵守 行在真理的光中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属灵的感官 我们思想属灵的感官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希伯来书第五章 从十一节到六章三节 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三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向高处行 我尽千黄到处而行 临心已为与与道声 当我千轻 高高不停 求主令我向高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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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充满伊丽东本 被我所愿承去终 求主令我向高处行 求主令我向高处行 故decco 幸stone notre天 世上充满빛与孤梏 非我所愿上去之处 为人多远 世间救助 当我祈求更高之处 输出出口 是我坚定 严心站在 天上乐际 我心向往 能保持你 小主令我向高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西伯来书五章十一节 的六章第三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 西伯来书五章十三和十四节 经文说道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洗礼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西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西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心窍 洗礼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西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继续请听 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属灵的感官 我们的身体具有感官 如果没有感官 我们就不能发挥正常功用 而我们里面属灵的人 也照耀有属灵的感官 当我们保享神的话语 并且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 我们里面属灵的感官 就会得着操练 变得刚强 而敏锐 保罗说 这样的过程 可以操练我们的敬钱 辨别善恶的能力 是基督徒 长大成熟 很重要的一部分 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 就欠缺这样的辨别 而无法得着神所应许 他们的产业 希伯来书这封信的读者 也面临重道覆车的危险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是不可能原地站立的 我们若不是往前支取神的福分 就会倒退而漫无目的的漂流 我曾听过一个传道人说 大多数基督徒是中间分子 我问他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他们是在埃及和迦南之间徘徊 离开了危险之地 却还没有进入安息之地 得着那丰富的产业 他们是在受难日和复活节之间 已经蒙受耶稣的宝血拯救 却还没有享受 复活生命的新生样式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属灵的感官 这个题目 孙大中出信主的时候 很感动我的一首诗歌 叫做《若》 歌词是这么说的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 开放在阳光下乐无芽 我要活泼土路芬芳 让人知造物主的伟大 它既不轻忽那小花的荣华 必然更将我的生命 看为可夸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 我要对人说主的伟大 第二节 若我是一只临动的小鸟 飞跃在树梢间多逍遥 我要尽情歌唱赞美 让人知造物主的奇妙 它既不轻忽那小鸟的曲调 必然更将我的生命 看为重要 若我是一只临动的小鸟 我要对人说主的奇妙 出信主的时候 这首诗歌给孙大中 带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他告诉我 天父眼中的我 他对我生命的看重 不久之后 野地的花这首诗歌 也提醒我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着我 他为人预备了生命路 信靠他的人 真是有福 但随着对真理的明白 苏那中就越来越喜欢 经典传统圣诗 而像若和野地的花 这样的福音诗歌 还是那么的好 可是苏那中 渐渐离开了出现的阶段 西伯来书四章一节 作者说 我们进盟留下 有进入到安息的应许 秀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 有预定得永生的人 他留下了可以进入安息的应许 这个应许到今天都还在 我们既知道自己是蒙恩的 是在这个应许里有份的 就当畏惧 赶不上这句话 是圣经里很少提到的事情 但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呢 苏那中就深有这样的感受 节目进度一旦落后 常常会收到提醒 再赶不上就要开天窗了 而每当碰到 有赶不上进度的危险时 孙大中就要加倍努力 盼望最好 不但赶上节目的量 而且构到了节目的值 西伯拉书作者提醒我们 既然我们有份于这个福音 能够进入安息 就当活出与蒙照的恩相称的生活 要与圣灵引导的速度并行 不但与神同行 而且与神同步 这方面呢 苏那中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猎狗追兔子 两只动物同样在狂奔 猎狗是为了好玩 兔子则是在逃命 好玩可以跑跑停停 但是逃命就非得要全力加速不可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耶稣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希伯来书这封信 是写给信主 但是信心开始动摇的犹太人 他们之所以信心动摇 是因为他们灵程的进度 严重落后 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作者说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 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写成了 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心窍 洗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神用真理启发 能够回应的人 我们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要留心自己 是怎样听到的 主说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要让自己的心田 成为好土 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种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 作者说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 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我们不但读经 还要去经历 要有体会所读的 要有意识的操练进前 而不是单单听道 而要去行道 在行道的过程中 需印证 真正信主的人 对属灵的事 是很敏锐的 但那些 对属灵的事情 迟钝的人 因为不能分辨 就以为都一样 就容易中了 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些 一脚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但耶稣在地上 跟门徒讲 更深的道理的时候 约完福音六章 六十节记载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六十六节 从此 他门徒中 都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听爱听的 他们不要听 该听的 圣经讲的是实话 虽然有些话不容易听 有些话人不爱听 但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我们能够听到神的道 又去实行 是神的恩典 是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把真信仰付诸行动 在生活中实践 并且是竭力去做 保罗讲 因信称义 雅各补充 信心若是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这两位主仆 从不同的角度 阐释真信心 以及印证信心的好行为 都相当重要 保罗讲 信心在神面前称义 雅各讲 行为在人面前称义 所以是不是把基督教的教义 从因信称义 改成因爱称义呢 不是 因为生发仁爱的是信心 神知道哪信心 但人要从你的爱心 去感受去体会 约翰说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约翰又说 我们因为爱底星就晓得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所以不但神知道 我们里边的信心 同时要让人看出 我们是个义人 是对人有爱心的 协力 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神的恩典 不错 得就是白白的 但是得胜 是要付代价的 保罗极力追求 要得到耶稣基督 要他得着的 圣灵按照耶稣的样式 塑造我们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在那样的地步 尽力 保罗说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 作者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 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修罗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犹太人看中礼仪 向来是要靠着守住 律法上的礼仪规条来称义 菲利比书三章四到六节 保罗说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 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变亚米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修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修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修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第七节 他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做有损的 若是不明白 这一礼仪当中 属肉体的条例 所要预表的 其中的灵意 就会想要立自己的义 而不服神的义 拒绝神 借着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祭文 对于拒守律法 疑文的犹太人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是在于 人在十字架面前 没有任何功劳 那些声称归主的犹太人 若是把重点 放在教会的礼仪上头 没有在心心上长进 就会只停留在 基督道理的初步 那么 基督道理的初步 或者开端 有哪些呢 首先 懊悔死刑 犹太人把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以耶稣为罪犯 这是大错了 是该死的 彼得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去叫他 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使律行的二章三十六节 彼得说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定在世 加上了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 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他们要为这事懊悔 在整个观念上 要完全改变过来 要信服神 照着的指示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洗去自己的罪 至于洗礼的形式 要采用哪一种 是点水礼呢 或者进水礼 各样的洗礼 倒不是最重要的 真信主 经历圣灵重生 受了圣灵的洗 这才要紧 讲了太书六章十五节 保罗说 受割礼不受割礼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 做心造的人 如果没有真正信主 纵然受了洗 跟写的圣徒 同领圣餐 因为不能分辨 是主的身体 也只是吃喝自己的罪 教会常有给人 按手祷告的仪式 重点还是在乎信心 没有信心 圣灵不能借着圣礼工作 只有信的人 才能借着圣礼 得到恩典 圣礼所要彰显的 就是神的道 无论各样的洗礼 或者按手之礼 都是用有形的 可见的方式 在正道 至于耶稣基督 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至于将来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各等教训 都只是初步的 若连初步的教训 都不懂 就不能在神 全非的旨意中 再晋身了 弟兄姐妹 你信主或许 已经有十年了 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你是不是还停留在 耶稣爱你 神是爱 有人说 教义不用懂了 只要好好传福音就好了 错了 神不断在圣经里 启示了救赎计划 也给了我们许多 宝贵的属灵原则 跟不便的应许 我们要竭力去明白 初代教会信徒 都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以神全非的旨意 作为基础 在上头建造 我们对于神的 全非旨意 必须了解 信仰才有根基 神给我们不是 含糊笼统的信仰 而是非常完整 有系统 有规模 很精细的信仰 并且是 一次交付给 圣徒的真道 若是无意明白 只能每天讲 自己病得医治的经历 只能生活在 圣经故事里头 而不是生活在 严谨的圣经教义里头 就很难牢牢抓住神的应许 很难信到最后 就会看环境 遇到一点挫折困难 就不信了 结果呢 就会出现 铁打的教堂 流水的信徒 这样的现象 更危险的是什么呢 就是喜欢做领袖 却是瞎眼领路 耶稣说 若是瞎子 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心智上 做大人 做有基督的心 能够看透万事的 属灵人 流于自己的属灵感官 竭力与主的心意一致 不但盟主保喜拯救 并且活出 复活生命的新生样式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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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主任来神连 每一等今生 等到 等到 学出万全智慧 等知主恩神 救主 主我今生 我愿能碰到极 自我从命成为 以我基督真理 今生 今生 吹去报备本事 是可守其事 必要生命 与主保护 为你 实行他旨意 求主 主我今生 我愿能碰到极 使我 从命成为 你令我进入真理 今生 今生 随即简单十年 爱相 表叹心 本身的武在众圣节中 心结果好收成 求主 主我今生 我愿能碰到极 此过 从命就会 你令我基督真理 今生 恩 堂 每天跟着交路 今宗得圣户 全身 满涌 变出荣耀心 成为基督真理 请我们去祷告 主要一个在基督里 为婴孩的人 做事不是被属灵价值 跟观念所驱策 而是受肉体 世俗的欲望所指使 不是主动遵循你的旨意 而是被动活在自我的圈子里 人一旦高举自我 喜度纷争 分门结党 就会随之而来 因为 他在蜀林的世上 还是婴孩 但你要我们长大成人 在蜀林的感官上敏锐 能够查验何为你所喜悦的事 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若有偶然被过犯所剩 跌倒的肢体 能够用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过来 主啊 你不求自己的喜悦 你的信息里边 不是只有说理 更有生命 而你自己就活出 那样的生命 帮助我们效法你 跟随你的脚踪行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耳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我彼不知缺乏 我彼不知缺乏 虽然青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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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彼不知 谢谢观看